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擅长的技能 可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日常举动 在歹徒眼中恰巧是将你置于死地的弱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回味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悬疑电影《八面埋伏》 米拉是一位联邦实习探员 刚刚她与同事参加一场解救人质的模拟演习 可人质被歹徒杀害 解救任务失败了 现在正在接受教官的训斥 对面都是来自联邦监察局不同的部门 到这里就是想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罪犯心理分析师 利用现场证悟进行心理推断 掌握罪犯的下部行动 这天教官发布了新的演习任务 出发前小队又加入新的成员黑哥 他是一位警局的探长 通过关系来这里观摩学习 随着直升机的降落 众人被运送到海上的一处孤岛 这是海军陆战队建造的训练基地 不过现在已经荒废多年 里面设施齐全 体能训练场设计场这些都有 这次的任务是分析一桩连环命案凶手的下部行动 教官交代完就离开了 众人秉着既来自周安之的心态 你可开始做起了丰盛的晚餐 这里除了有点阴森感 其他的还是比较满意的 第二天 正在洗漱的米拉 一回头就看见一只血淋淋的死猫 这吓得他大声尖叫 队员们也快速的来到这里 死猫这里有一块手表 时间显示十点 众人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认为是岛上有人向他们挑衅 于是队员们分散对每个房间进行搜查 这时轮椅哥有了发现 让其他人赶紧过来 房间里只见一个女孩被吊在中间 死得很惨 众人纷纷开始寻找线索 就在这时 房间里的小闹钟响起 大卫向前查看 不小心装到一个梦牌 接着多米洛骨牌游戏开始了 他们逼这个游戏吸引着 全然不知危险灵机 在一连贯的效应下 一个装作灵凝机的瓶罐突然倒地 瓶口的方向恰好对准大卫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瓶内释放的灵气把他凝固 身体瞬间暴力 大卫就这样逼杀了 众人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这难道不是演习吗 居然玩真的 此时 米洛注意到时髦最厉的手表 与闹钟显示的时间一样 这难道是巧合 还是传达了某种信息 她现在不敢确定 回到住所 想联系教官 却发现电话和手机都没有信号 而桌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一块手表 时间显示12点 现在众人肯定 手表就是在传达一种信号 大伙商量 码头上有船 还是先离开这里 来到码头 大家只想着尽快离开 没料到会有陷阱 结果前面在卢卡斯 触发了红二线感应炸弹 好在众人有惊无险 然而出去唯一的快船被炸了 众人冷静下来 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模拟训练 有人想杀他们 而自己的教官就是最大嫌疑人 因为没有人亲眼看到他离开 他们拿起武器 用隐身搜索仪进行全方位探查 结果收遍了整个小岛 却没有发生什么可疑之处 距离12点还有10分钟 众人喝着咖啡 对整个事情进行梳理分析 既然岛上没有其他人 那么凶手有可能就在我们当中 房内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各自防闭着 这时卢卡斯在黑哥房间 发现这座岛屿的建筑地图 小岛属于军事基地 地图那可是绝密文件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拿到 黑哥刚想要解释 突然就倒在地上 咖啡有问题 紧跟着梅拉他们也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众人先后醒了过来 让众人没想到的 房门哥已经被杀害 凶手在玻璃上留下一两串数字 像是在暗示什么 同时出现的还有两块手表 时间显示6点 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会以两个人被杀 现在距离6点 还有不到20分钟 众人现在毫无头绪 黑哥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避暑在房间里 卢卡斯他们再次搜查整栋楼 结果还是没有新的线索 梅拉州研究玻璃上的数字 他始终认为这里隐藏着什么信息 用紫光灯检查各自的衣服 结果每个人在背上 都有一个用荧光粉写下的字母 就在这时 楼下传了几身枪响 众人赶到楼下 轮椅男掉在水里 黑哥也被放了出来 原来楼下水管暴力 照明电线也掉了下来 以水为媒介 整个过道都形成了高电压 好在黑哥爬过墙壁 及时关闭电源救了他的命 枪声就是在墙壁上打洞时发出来的 黑哥救了轮椅男的命 也减轻了众人对他的嫌疑 水还在流着 还意味着两个陷阱 众人没有时间悲伤 把发现的字母排列组合 得到一个科绿托恩的词语 科绿托恩是16世纪传下来的一个传说 传说居住在岛上的人 不知什么原因 无声无息就消失了 后来经过调查 也始终没有找到这群人消失的真相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众人推断凶手就是想重现这个传说 让他们在这座岛上 也无声无息的消失 有了作案动机 众人推断凶手作案 可能会留下相关证据 于是他们检查米块手表和遇害者的尸体 终于在一个死者的指甲里 找到一块凝固的血液 这很大可能是凶手在搏斗时留下来的 采集几人血液进行发验对比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血液的吻合者竟然是米拉 他极力辩解着自己不是凶手 凶手故意设下圈道 就是想让我们相互猜忌 罗卡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他相信米拉不是凶手 尼克看见罗卡斯绰绰绰绰绰托米拉 一气之下选择自己单独行动 黑哥则比较理性 他认真听着米拉分析案情 凶手作案限定时间 遵循规则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遇害人 都是死在自己的特长或者习惯上 王马哥喜欢喝咖啡 结果咖啡里下了药 波比号称修理先生 修理水发时被案件射杀 几人听着背后冷汗直冒 想通了这一点 米拉立即想到了离开的尼克 他有抽烟的习惯 就在黑哥和卢卡斯找到尼克时 他已经奄奄一息 原来尼克离开后 在自动售货机上 发现一包香烟 香烟里注入了某种墙串 他只是吸了一口 就口吐鲜血 身体并慢慢腐蚀 房间剩下四人 彼此互相戒备 就在这时 广播里突然传来教官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大家一脸懵逼 原来教官一直藏在暗处 并没有离开小岛 于是黑哥他们远走声音 寻找教官 远一哥行动不便 留下来看家 在一间地下室里 商人找到了教官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已经被杀了 他的声音也是事先录制好的 教官已经被杀 这也意味着凶手另有其人 而且肯定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三人同时把枪对准对方 只有活着的人才能离开这里 一阵激烈的枪响过后 罗卡斯被黑哥枪杀 美拉躲在车底下 趁着夜市回到了住所 不料却发现轮椅哥 已经死在了电梯里 从来枪不离声的他 在V机关头却没能救下自己 因为他的枪被人坐了手脚 突然黑哥从后面出现 缠住美拉的脖子 黑哥那大猩猩似的身体 黑哥扭打在一起 原来卢卡斯身上穿着防弹衣 并没死去 老人从楼上打到楼下 苏醒的美拉抄起灭喉气 就给黑哥头上来了一下 可黑哥真是这一切的始作勇者吗 这时美拉告诉卢卡斯一个秘密 凶手每次作案限定时间 说明他对时间精准要求很高 于是他故意将墙壁上的挂钟 调慢了15分钟 并在钟表上涂上了荧光粉 现在谁手上有荧光粉 谁就是真正的凶手 紧接着就拿出紫光灯 检测黑哥的双手 但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另一边的卢卡斯也伸出了双手 美拉这时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 卢卡斯手上沾满了荧光粉 此时的他也不再隐瞒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还淡定的从身上拿出作案所用的工具 美拉不敢相信 平时对自己造过有加的人 居然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慌忙的试图逃走 卢卡斯并没有打算放过美拉 抓起他的头往水里摁 而美拉趁他不小心 一个勾腿两人同时掉入水中 美拉拿到尼克的枪 两人在水下对射 最后随着黑格的出现 两人联手终于干掉了真正的杀人凶手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于2004年上映 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剧情几经反转 还是能激起朋友们的观看欲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帮忙关注转发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